我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的重大事件死亡人數不會超過36 哦 為什麼啊 好 這個是2015年至今 你可以看到我們畫面上 2015年上海外灘跨年夜塌事件 死亡人數未知 2017年8月 陝西大巴士撞隧道口 至少36人死亡 它寫至少 但沒有說多少 好 我跟大家講 大巴士 我們的理解巴士一台大概坐40幾個人 乘客啦 40出頭 那如果還有車長小姐跟那個的話 所以這個好像勉強講得過去 36 盡軌 2019年9月江蘇交通事故 36 盡軌 2022年11月 河南有個大火 安陽市工廠火災 有36個人 我不知道那個規模大小啦 但是工廠36 你就已經開始有一點 真的嗎 36 好 然後2023年 遼寧化工廠爆炸36人 2023年9月 大洪水 大洪水 29個人 然後2019年9月 江蘇交通事故死36人 好 這個是近年的啦 我跟大家講 在更早之前喔 我當時 我10年前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情 真的很奇怪 你大概從2000年查到現在啊 35 36的有夠多啦 2001年新疆有一個臥鋪客車 掉到河裡面 35人死亡 煙花廠爆炸35人 煤礦場爆炸35人 滑坡35人 滑坡就我們土石流啦 瓦斯爆炸35人 煙花廠爆炸35人 山西淋漁礦災 礦災就是 挖礦嘛 可能是掉下來 就出不來了嘛 35人 可是呢 這其中裡面 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啊 欸 怎麼了 2007年11月的時候 湖北一萬鐵路沿崩 沿崩是什麼 土石流 對 車子砸壞了 出軌掉下去 對 行進間嘛 那你知道一個車廂都不可能只有35人 不可能 他一列車子35人 那是那天啊 大家都沒上班 都沒坐在這裡 在2011年7月的時候 溫州啊 這個就比較大一點 他們的動車就類似我們的高鐵 溫州的動車相撞 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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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人 兩隻喔 兩隻 他們撞到 我還記得當時的照片 晚上救災的去現場拍 他還有那個 掉下去嘛 龍頭下去的 對啊 他們就是在橋蹲嘛 就直接 超誇張的 大概一兩截車廂已經在橋下了 然後空中還懸吊著一截 然後還有上面的 高鐵箱撞35人 行李很壞 所以我後來就去研究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看到右邊寫的 北京師範大學工藝研究院院長 有一個叫王正耀 他就說如果是自然災害 不涉及行政問責 就說天災人禍 那就沒辦法 我們就不會去救責 對啊 什麼縣市首長 社會局長 消防局長 在台灣 這個每個被訂的滿頭包 還要每天質詢的時候問 還要記者督賣的時候問 你還不能躲起來 躲起來就找你 找你媽 躲起來就寫你 寫社會人幫你寫報 可是啊 如果超過30人的話 就是當死亡人數超過30人 就要啟動四級因應響應 他的因應響應 就會比較像是什麼 哪裡要戒備啊 哪裡要登記啊 哪裡要幹嘛 他要做這種準備的事情 對 所以你如果報出去的死亡人數 超過30啊 整個市政府都要動起來 就開始不行啊 然後沒有說的事情是 如果這個數字超過36啊 會怎麼樣 該市的市委書記要停止嚴懲 這個是未成文規定 就是你死到36個人以上的時候 你報出去的死亡數 是不是36以上的話 你的市長就要暫停 停止 你關係好可以再回來 關係不好就再下去 他們是靠關係不是靠民意 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我舉兩個在台灣的例子 給大家參考看看 台中從年初到現在 死超過30人了 浮屍 爆炸 自殺 身分不明 昨天有一個啊 昨天有一個在火車站前 那個應該是綠川吧 不確定是自殺還是他殺 結果網友的評論當笑話 他說沒看過這麼淺也能淹死 這個是一部分 台中一部分人的風氣 他們不覺得這個是社會局 或者是大家應該管理 他們覺得那就是他自己找死 所以台中累積了這麼多數字 我們的縣市首長不需要負責 也不需要處理 因為民眾覺得沒什麼差 不關心 換一個方式講 在高雄如果淹水 陳其邁出來面對 一般是這樣子 台灣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很好的去比較 那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套用中國的方法 台中目前罹難的人數 這一年來死亡的人數 盧萱恩要下台的 超多的 盧萱恩要下台的 在這一年內 台中這種無名屍體 不管是服屍或幹嘛的 盧萱恩是要下台 要停止調查的 你們當時死那麼多人 跟你沒有關係嗎 這個是舉例 我是說在中國的情況 36人以上要停止調查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像陳其邁 這邊他就 你下去 那大家會說 跟陳其邁沒有關係 靠啊 人物是他殺了 陳其邁也再回來 可是在中國不是 在中國是 不管是不是 市委書記的事情 你關係好 就再把你還回去 關係不好 就說 叫你下去就下去 對 這個不可推卸責任 這是他們的問題 你知道 我剛剛開頭講的 這個廣東城 體育中心蓄意商人 開車撞傷35個 他們後來官方 是怎麼處理的嗎 我們看下一張 好 看一下下一張 他們的政府官方 是怎麼處理的 中國當局下令嚴懲行凶者 第一個 他說一定是開車的錯 我也知道是開車的錯 但是第二個超好笑 他第二個就叫做推卸責任 我講錯你可以糾正我 他說 因為有一個人開車去撞了 他沒有說 這個是什麼社會案件 就跟台灣在報導 美國或者是報導 歐洲的那種 無差別殺人犯一樣 他們都不去報導 他為何失學 為何無業 瞭解 對他們都不去講原因 他們不去講說 為什麼 他們這個判多少 理由是什麼 他們只是寫 美國又槍枝判爛了 然後歐洲又隨機殺人了 哪裡又怎麼樣 但他們不告訴你為什麼 不知道是查證能力不足 還是覺得台灣人都 都白癡 還是只是要帶風向 這個羞辱他們 但不是重點 我們看中國怎麼幹 他因為找到有一個人 他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的推卸責任方式是 嚴查 事 無 無 失 什麼叫事 無 無婚姻 無 子女 無工作 無房子 什麼叫無失 投資失敗 生活失憶 關係失衡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 我現場啊 就有一個四五五師 來 今天是 我 你有沒有婚姻 沒有 有沒有子女 沒有 有沒有固定工作 沒有 有沒有房子 沒有 你就是四五 靠腰 在中國你就要調查 沒有啦 跟我沒關係啦 我再問你 你有沒有投資 沒有 沒有 算失敗 你生活開不開心 偶爾會心情不好 算失憶 你家裡的家庭關係怎麼樣 男女朋友會不會吵架 一定會啊 都會吵架 還好嗎 你覺得你出身 這個社會公平嗎 不公平啊 心理失衡 哭 你這個哭 看起來像笑 這個叫精神失常 現場就一個四五五師的 你知道在中國 會發生什麼事嗎 你的門口有人開車撞了 他為什麼撞你不知道 他撞了35個人 為什麼要選擇地點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他是因為什麼 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教育的問題 是婚姻的問題 是欠錢不完的問題 不知道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你要抓去登記 蛤 這就是四五五師 所以你如果進出百貨公司的時候 要先問一下 先生 我這邊有你的名字 蛤 你可能今天不能逛百貨 為啥啊 你是我們的這個高風險 社會信用分數不足 蛤 我做啥啦 我什麼都沒做 你的同行開車撞人 我同行 我哪來同行 我沒工作呢 他跟你一樣是四五五師 四五五師 哎呀